好,今天我们讲一下 插车出口上 你以为的UL不是他们说的这个UL 那么很多插车出口到北美美国地区 会遇到有些客户代理商在问 你们有没有UL认证 然后我们去查了一下 UL呢又好像不是强制性的这个认证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NRTL和UL的一个区别 那么今天听完这一期你就会知道他们的不同 那么中国的电商产品 比如3C的电子是比较早的出口到国外 比如亚马逊上经常卖这些淘宝上的这些充电机啊 这些东西 但可能中间会有出了一个事件之后 亚马逊要求所有的商品都要有UL认证 那没有认证的商品就会被强制下架处理 那么国内的很多做这些电子产品的都要去做UL认证 这个事情在18年的时候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再去查到 你以为的UL不是他们的UL 不是他说的这个UL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那么我们去翻到这个邮件的原始邮件网上 这上面是英文 那么下面是说 亚马逊正在对手机电池和充电器持续安全要求 那么其实这个所谓的安全要求就是所需要提供文件 那么其实就是NRTL 它是符合在这么一个相当于6120 6156的标准 NRTL是什么 是国家认可实验室 英文是National Recognized Test Laboratory 在美国劳工部下属的OSA的一个管理 OSA就是职业健康管理厂合所要求的 经认可实验室测试 并保证使用者人身安全 那么这个下面有很多品类 有电子产品 衣服啊 这种纺织品啊 其他各种 那么叉车可能是属于机电 机电产品 这个NRTL呢 类似于中国的差不多 一个是3C认证 中国强制认证 这样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国家的认可实验室 就某某实验室 你是已经得到我们国家的认可的这个实验室 因为不可能它所有的实验啊 全都自己来做 那么我们翻到那个 公布下面的那个 OSA这个网页 它这里下面就是有NRTL的一个清单 一个list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有讲过的CSA 就加拿大的一个认证 认证机构 再往下这里 这一家MET MET 是第一家的这个NRTL下面的认证机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URL 其他的比如 这个我们也八角形的 是难得 那么总共这里 这里已经no more了 就没有再多了 总共这里是15家认证机构 就是NRTL以下 15家 这里你只要任选一家 做出他的这个认证 那就是其实是可以符合 符合他的一个要求 就是很多人 误以为URL认证是强制认证 只是URL是NRTL的之一 美国认证更加准确来说是NRTL认证 而不是URL认证 只是URL的这个名气是比较大的 好了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至于URL的具体的机构 认证 以及标准 我们以后抽时间再讲 欢迎关注插车小喇叭微信公众号 我们下车的认证机构